欢迎回来熊现场 争取连任新竹县长候选人杨文科 在竹北成立竞选总部 涌入了1万多人来力挺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也现身造势 而前立委徐新颖也出席相挺 展现团结气势 杨文科表示了154项证件完成率超过9成 台下蓝色齐凯挑扬 涌入超过1万人 新竹县长候选人杨文科争取连任 在竹北成立竞选总部 以进场受到支持民众夹到欢迎 强失献蕊表演后 立法院国民党总召曾民宗致曾凤梨 象征献政旺旺来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现身造势 做县长就是要苦民所苦 要跟民众站在一起 尤其我们的新竹县 过去的四年 在杨文科的代理之下 成为全台湾招商第一名的县 整个大新竹县 所有的族人 所有的我们的客家的朋友 所有的闽南的朋友 他都会照顾得很好 带领的县政团队 推动老中金右的福利政策 逐一完成各项的政建 带动了新竹县的繁荣 挥动党旗要起开得胜 购员会顾问团 接续送上粽子看清算 象征包种动算 前立委徐欣盈 主委市长何干明等人 也出席商品展现团结气势 杨文科表示苦民所苦 不会忘记承诺 市政的核心老中亲幼 统统照顾 五支舰 十大交通建设 绿色海岸 特色公园 U-bike等 154项政建完成率 已经达到了92% 我们也打造22个特色的公园 我们有U-bike 我们有自驾车 就无人驾驶的巴士 开始要白天要开始试车 明年就可以来载课 等等等等 154项的政建 我已经完成142 已经达到92%了 强调未来连任 老人年轻 聪明一样 午餐等福利都不会少 好的政建会延续 包含产业园区 桃园机场捷运直通竹科 新建美术馆等 来因团结展现强大气势 要守住新竹县的指针